各位同学 大家好 昨天龙正发死 几个问题还没有答复完 今天借助则答复 第四个问题是中国大陆有许多同修对我很关心 这一段事情我非常感谢 在海外也有不少的同修 同样的关系 一个人生活在世间 寿命是有一定的 一切众生都是成业力而生在这个世界 如果他的愿力不能超过业力的话 这个寿命就没有办法改变 但是一个人如果造作的是大善大窝 对于命运也能够稍作改变 做大善的人 寿命会延长 造大窝的人 寿命往往因之遮损 这个我们在过去 古人书籍记记载里面看到很多 而现实环境里面这些事情更多 只要我们自己稍微留意去观察 就能看得出来 那么学佛的人一定要有愿力 这个愿力是帮助众生 弘扬正法 至于寿命的长短 可以不必放在心上 只要我们认真努力去做 有一天的时间 就好好地做一天 佛家常讲 做一日和尚 壮一日中 为什么用壮中来做比喻 壮中 这个终身 能够警觉一个人 能够提醒自己 使头脑清新 所以用终身来做比喻 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应当把本分的事情做好 佛菩萨虽然是大运无穷 还得众生有福 所以 释迦摩尼佛当年在世 照理说呢 他至少要活一百岁 为什么提醒二十年就走了呢 这里头有个道理 佛菩萨实现在世界 住世长久 在画云 教化众生的缘分 有缘 有缘 就多住几天 没有缘呢 少住几天 他住世时间长久 不是夜里支配的 是愿力跟度化众生的缘分 缘分怎么说呢 如果有人喜欢 接受佛菩萨的教诲 认真 陆离 一教奉行 这个佛菩萨就一定 要长住世界 如果我们学习的态度 摔了 阳风阴尾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佛菩萨虽然有怨 也不能长住世界 但是 我们要了解一个道理 佛菩萨住世跟不住世 都是大慈大悲 不住世 往往使一些人 更能够提高警觉 更能够珍惜佛法 做了一个逆增上人 使一类众生 认真 凡行 检点 改过自行 那么这就是古人所讲的 大用无方 慈悲济世 所以 住世 时间长短 我们不必在意 应当记住佛的教诲 世间无常 过途围萃 尤其是在现前这个时代 整个世界动荡不安 这个里面的因素非常复杂 我们在动荡不安的环境当中 要把自己稳定下来 这是非常重要的 怎么样 自己才能够定得下来呢 这里头最要紧的 就是修清净心 你的心清净 你就能定下来 你就能不受外界的影响 这外面是环境 能不受外面环境影响 自己才能做得了主宰 修行 功夫才会得力 我们所需求的古报 才能够兴起 在这个时代 我们特别提醒自己 帮助志同道后的同修 决定要修真诚心 我们以真诚心 除世待人旧 看到大地众生 一片真诚 这是真的 决定不是妄想 不是幻觉 我们以清净心看这个世界 今天这个世界清净无比 所以真诚 清净 平等 正确 慈悲 彼得要认真 努力去修学 才能够不受大环境的影响 楞严经商说得好 若能转进则同如来 我们首先 我们首先不要被境界转 站稳就跟 再向上一桌呢 就能够转境界了 这个里面 四十的真相 要诸位自己去提 这个是说不出来的 希望大家用心去参究 第五条 法师说有一部分大陆同修 很希望 有机会到新加坡来参设 我们也非常欢迎 到新加坡来参设 或者是 到培训班来学习 大家都要向 新加坡佛教居士里 新加坡进宗学会 李牧原居士练习 我在此地 是做客 不是这边的主人 如果大家 直接跟我联系 我就变成宣宾夺主了 这个在世间 理伐上都讲不过去 我们一定要尊重此地的主人 尊重这边的道场 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身份 我一生都没有自己的道场 一生处处做客 这个地方的主人 我们很投缘 他对待我 我护持照顾的很周到 我就在那里多住一段时期 如果缘分拨呢 我就少住几天 所以我一生是处处做客 不是做主 大概学佛的人都是做客 就是 释迦牟尼佛一生 没有做过做客 我們看看主是大逗 當所实现的就是所讲的云水身 云水身就是做客 做客就没有烦恼 做主就有烦恼 主人很辛苦 客人就比较自在 我懂这个道理 向佛菩萨学习 所以诸位到这里来参学 如果我很欢喜 大家向李居士 向居士林跟进宗学会联系 他们就会接待 安排接待的工作 这个地方的道场是一个大家庭 突破十十多多的障碍 各 所以 不分国家 不分种族 甚至也不分宗教信仰 男女老少过行过夜 喜欢到这边来 一律都非常欢迎 都会得到热忱的接待 我想这个没有多大的问题 至于许多同学想跟我见见面 我也很乐意 我想将来会有机遇 我会到中国大陆各处去走走 看看我们学佛的同学们 也看看我们广大的父老同胞们 他们的生活状况 我也非常的关心 他对我们对我热爱 我对他们也同样的热爱 默后一个问题 他问到 怎样 更好的修学 其他法门的同修 互相勉励 怎样做好 红阀护法的工作 红阀护法 黎木原居室 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我曾经特别请他 做了两天的 专题报告 我要他报告 他这么多年来的 鸿鸿的心得 落成两个录像带 可以提供给诸位同修 做参考 现在这两个落成带 已经做成威西地 至于 与修学不同法门的同修 互相勉励 非常重要 首先 我们自己要建立一个正确的概念 那就是法法平等 无有差别 在一切法平等的理念 我们才会真正的尊敬别人 感谢 赞叹 叹叹叹 华应经 五十三参 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这五十三位善知识 每一个人所修学的法门都不相同 你看看他们如何相处 都是自己谦虚 尊重别人 赞叹别人 这是正确的态度 不仅如此 而且还要尽心尽力地帮助别人 对待不同的法门 修学的同修要用这个心态 再扩大一次 对待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信仰 也要用这样的心态 为什么 因为一切众生 根性不相同 欲缘不相同 应于什么身得度 佛菩萨就信什么身 所以诸位千万不要有分别 有执着 那就错了 总以为自己所信仰的宗教 是最殊胜的 是最低的 其他宗教不如我们 甚至于说他们做邪教 这个观念是错误的 普门平上 观世音菩萨说得好 应于什么身得度 菩萨就信什么身 如果这个众生 应于基督教而得度 菩萨就信仰慕斯身 那个牧师是佛 是菩萨了 不是凡人的 你怎么可以轻慢 那么你说 这个事情是真的吗 一点都不假 华严经上 我们看到圣热婆罗门 那个人什么身份 婆罗门教的长老 婆罗门教的领袖 我们在前不久 去访问此地婆罗门教 在这边称为新独教 我们中国人称印度教 就是婆罗门教 圣热婆罗门 那是佛的化身 从这个例子 我们就想的 佛门广大 真的是普度一切众生 佛菩萨度化众生 确实展现了高度的智慧 善巧方便 真正做到了横顺众生 随习功德 你欢喜婆罗门教 你就在婆罗门教里面得度 这个得度是开悟了 正够了 你喜欢基督教 你就在基督里面得度了 也开悟了 也正够了 所以哪一法不是佛法呢 什么叫佛法 佛法是 佛是觉悟的意思 佛法就是你觉悟了 觉悟就是佛法了 迷惑就不是佛法 我们学佛学迷了 那错了 虚空伐界一切众生 都是一念自信变现出来的 所以 虚空伐界一切众生 跟祝佛如来是同一体 如果我们对这个不能认识 不能肯定 我们的修学 自然就有障碍 而且是障碍重重 很不容易突破 决定是 墮落在妄想分别执着 而且坚固的执着 妄想分别执着 都是迷惑 都是不觉 所以 静待 红一大死 教人学佛了 从华言苏超下手 非常有道理 从华言苏超下手 什么好处呢 任清凉 虚空伐界一切众生的真相 真相明白了 我们不会坚持自己的错误观念 会放下妄想分别之处 你才真正得清净心 才真正恢复自己的心量 自己本来的心量 是心包太虚 量周杀戒 这是我们本来的心量 现在我们心量变得这么小 一个人都容纳不下 你说多可怜 还会有什么成就 天天念佛 也不得往生 昨天晚上 我们讲的这一堂经 也说明了 念佛 为什么不能往生 道理在哪里 总得要清楚 消除不能往生的因素 我们念佛往生才有把握 所以这一次 能有这么一个机会 将无量寿经细讲一遍 这个缘分很不容易遇到 这个细讲 无非让大家了解四十真相 明白道理 坚定信念 这一生决定成就 所以红 护法跟红法 死地都做出一个好的样子 我们这边不仅跟佛门的同参道友 融成一片 我们跟新加坡其他八个宗教 也融成一片 这个是华言教诲的落实 我们的心才真正的清净 的平等 得自在无碍 希望我们同修共同勉励 今天时间到了 讲到此段 的薄讯 感谢您的 感谢您的